好了 轮到你了 你是自尽呢 还是要我动手 讲这七皇子啊 杀死了 聂云扭头看向站在不远处 瑟瑟发抖的木霞 面如冰霜啊 哇 木霞牙齿咬着嘴唇 看向姐姐眼中露出了求助的眼光 她这心中啊 这个叫后悔呀 要是早知道少年在这扮猪吃虎 自己干嘛当这个坏人呢 跟姐姐一起不就好了吗 可是现在呢 齐阳木胜雪重伤 七皇子等人全部死亡了 自己的靠山全部都死了 只能让姐姐替自己说上几句好话了 云 聂云大人 我妹妹一时不知好歹 还请你饶恕她吧 我替她向您赔罪 看到妹妹求助的目光了 这木青连忙走了上来 饶恕 聂云淡淡一笑 看向木霞 刚才如果我实地不济 齐阳让你杀我 你会不会动手 哇 木霞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呀 说实话 我不想听假话 一声爆喝 这聂云眼神冷漠 让人看上去 一眼都不由自主地哆嗦呀 哇 会动手 犹豫了一下 这木霞脸色苍白的说道 那就好 对于想杀我的人 我从来不会留情 现在 给你两条路来选 第一 发誓 做我的奴婢 甘愿奉献 灵魂给我 我可以不杀你 第二 那就是死 聂云呢 也没多少废话 话语之中充满了冷淡 一个人 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呀 只要选错了 就必须要为此 承受代价 还想着左右摇摆 朝勤暮处啊 看到不妙就改正 做梦吧 有时候机会只有一次 错过了 就别再想 来他第二次了 聂训大神 您就宽恕我妹妹一次吧 他年龄小 不懂事 听到少年给出的选择呀 木青 吓得是脸色发白 从少年刚才狠辣的手段来看 说得出 就做得到 木匣就算再努力 毕竟 也是自己的亲妹妹呀 无论 是当奴婢 还是死亡 都不是自己 愿意看到的 姐姐 没事 你说得对 选错了路 就需要受到惩罚 我愿意 做大人的奴婢 奉献我的灵魂 一生一世 追随 深吸一口气 木匣缓缓缓说道 目光充满了坚定 不错 捏云呢 原本呢 想将这个女人给杀死 现在见他见机形势这么快 不由露出了赞扬之色 手指向前一指啊 一到功法 法觉就进入了木匣的脑海 这是一套灵魂献祭的方法 你看完就将这灵魂献祭给我 做我的奴婢吧 前世达到过 多天造化秘境巅峰 这聂云所知的功法 秘法 数不胜数 这种灵魂献祭 甘愿做别人奴隶的方法 正是其中一种 来自妖族 这一旦灵魂献祭 灵魂呢 就会受到主人的控制 生死 在主人一念之间 稍有反抗的念头 就会头痛不止 生不如死 是 感受到脑海之中 密法博大精深 木匣脸色更加的恭敬了 闭上眼睛开始学习 过了一会儿 木匣睁开眼睛 一声娇叱 脑海中啊 就飞出一团白茫茫的东西来 聂云顺手一接 就将其啊 吞入了口中 木匣就立刻觉得 自己的灵魂不受控制了 少年站在自己面前 如同一座大山一般 威恶雄壮 高不可怕 既然你做了我的奴婢 我也不会亏待你 这是一枚九心腰果 吞了吧 随手取出一颗呀 九心腰果来 递了过去 对于忠心自己的人 聂云也一向不是小气 木匣灵魂献祭了 一定无法反抗了 聂云自然也希望他的实力 更强一些 谢主人 结果不停跳动的 这九心腰果 木匣眼睛立刻就亮了 似乎觉得灵魂献祭 认了这个主人 并不是什么坏事啊 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杀你吗 说出妖圣古师的所在地吗 处理完了七皇子木匣等时 聂云两步来到了 躺在地上 壮如死狗的奇阳跟墙 这奇阳刚才逃走啊 被自己一箭破了丹田 如果不是自己是降水师的能力 控制海水对他不进行压迫的话 恐怕现在早就变成肉饼了 想 想让我说出古师在哪 你做梦 你有种 你就杀了我吧 齐阳呛吼一声 眼中充满了狠毒 双手被斩掉了 自然也不能和家族联系了 济海也被震碎了 相当于十里尽失啊 就算是能活下来 也是废物一个 与其这样 还不如死了算了 哈哈哈哈 你不说 难道以为我不知道 让你说 只是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既然你不争取 那就和七皇子一样 死了算了 聂云淡淡一笑 似乎对齐阳 说不说毫不在意 你 你知道 你怎么可能知道 去腰圣古师的地图 我得到之后 就毁掉了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齐阳啊 并不相信少年的话 一声一声的冷笑 很简单 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腰圣古师 不知存活多少年 既然到现在都安然无恙 只能说明一个可能 这个尸体就在九星腰果树的下方 也正因为基于古师的能量 这棵腰树活了好几千年 都没离开原地 聂云呢 讲自己的推断 说了出来 你 听到少年的话 齐阳一愣 眼中闪过一丝不相信之色 哈哈哈哈 你可以死了 见他这副表情 聂云知道 已经知道了答案 长剑一抖 碰的一下 就讲其 砸成了肉泥 哗啦 他这一死可不要紧呢 那五丹田之内的东西 全部掉了出来 聂云呢 也不看到底有什么东西 随手一抓 就讲其啊 全部收尽了丹田 刚才聂云已经猜到 腰圣古师 很可能就在九星腰果树的下方 只不过不敢确定 这才故意问这个齐阳 见他模样 露出了惊讶 聂云知道猜对了 这才把他杀了 齐皇子等人身上没有纳乎丹田 在他们身上翻了一遍 也没找出多少好东西来 聂云呢 也就作罢了 这些尸体必须处理干净 既然欧阳城跑了 就拿他当个替死鬼吧 淡淡一笑 身上的降水之气冒出来了 双臂一抖 一股水啊 就将这七皇子等人的尸体卷入其中 强大的撕扯力啊 眨眼功夫 就将其撕成了无数碎片 这种控制海水 毁尸灭迹的能力 只有降水师才能完成 就算是七皇子 西洋背后的势力想查 也只能查到降水师的身上 跟自己关系不大 至于逃走的欧阳城 聂云呢 已经在他身上留下了追踪之气 逃得再远 也能追上去击杀他 只要他一死 双方死无对证 谁也别想查了 这些正是聂云呢 挑拨不成 以后算计好了 不然呢 也不会这样明目张胆 将七皇子等人给击杀了 至于啊 七皇子所说的 夺天造化秘境强者 能够通过死亡 感应到这里 察觉自己的到底是谁 那么聂云也就更不害怕了 对于夺天造化秘境的理解 整个汽海大陆 恐怕都没有人能够比得上他 虽然呢 这种境界已经超脱凡人了 成为大圣的大能 但自己身在如此深的海底 再加上动手之前 故意啊 用着降水师的能力 封锁了周围 能够察觉到那才怪呢 即便他能够察觉 等他再赶过来 自己恐怕 已经将妖圣古师 给弄到手了 早就离开了 降水师 纳武丹田 治疗师 哎呦 这个聂云 到底还有多少特殊的天赋啊 这还是人吧 这看到少年呢 控制海水 如同驱使手臂 百花秀 呆呆的 站在原地 想起少年身上的种种奇迹事件 都觉得呀 快要崩溃了 一个人经历他是有限的 就算你再有天才 有一两个特殊的天赋 也就不错了 可是眼前这个少年 极多种天赋于一身 让人越来越看不透了 看不透就不看了 也不能乱说呀 以后啊 他肯定不烦 好好和他交好 那就行了 能独自一个人创立一个宗门 百花秀 可不是傻子 自然他也知道 知道多了 没什么太多的好处 当下也不多说 也不多问 咱们走吧 去寻找妖圣古诗 安排好了一切 这聂云响水师的双翼 也就展开了 将这三女笼罩在内 一个剑团 就来到了九星妖果树的跟前 你们呢 都在这别动 我劈开果树 妖圣古诗 就应该在树下 淡淡一笑 聂云手中的玄女之剑 可就扬起来了 猛的 他就砸了下去 哄的一声 这一下 那可是用尽了全力呀 超过了七千项的距离 配合十二重按劲 兼顾的这地面 瞬间就塌陷了 露出了一个巨大的地下通告 这里是妖族圣人留下的墓穴 肯定是危机重重 你们要跟我进去的话 紧跟在我的后面 千万不得离开 看着被自己砸开的地方 活脱脱一个墓穴 妖气弥散 杀气等等 从内到外呀 都透露出诡异来 这聂云转头吩咐了他们几个一声 白花九等人呢 也知道情况 同时点了点头 那下去吧 玄宇之剑挡在胸前 聂云呢 翅膀一扇 就向下飞了出去 一进入七中啊 立刻感到一股消杀之意识 直刺脑海 无数妖魔鬼怪的这幻影啊 是纷纷而来 降水之气 控水抵挡 低呼一声 聂云双翅一抖 这降水之气呀 就从这赤尖流了出来 和海水一触碰 立刻翻滚起来 将了潇洒之气 挡在了外面 哎呦 这是多亏了有降水师啊 否则的话 单凭着实力 贸然闯入的话 还真是有够危险 看到降水之气呀 果然讲的消杀之气 挡在了外面 聂云心中暗自松了一口气 如果不是变成降水师了 这些消杀之气 虽然他不能让自己直接死亡 却能影响人的心神啊 这种地方危机重重 一旦心神大乱 别说找到腰圣古师了 恐怕死 那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小心 前面有陷阱 这降水师啊 他能够感应海水呀 向前走了一段路 聂云感觉出来了 前方的异常 警告了一句 这翅膀一抖 就带着三人 从了陷阱的上方飞了过去 轰隆一声 才刚飞过这个陷阱啊 就突然听到整个通道一阵轰鸣 一股要挟之气冒了出来 在周围的墙地上啊 是多出了无数的鬼爪 这些鬼爪一个个毛茸茸的 森白至极 一旦要是被抓住了 那可坏了 就要会呀 给吸干了这血液 至尊巅峰强者 也难以幸免 十分可怕 这才是真正的妖名古道 九死一生 刚才那个不过是 妖翅云甲兽 弄出来糊弄人的而已 看到这一条通道 阴森可怕 鬼爪都伸出来了 每一爪都有着至尊巅峰的实力 这聂云眉头可就皱起来了 脸色凝重 妖名古道地狱之门啊 进入其中 那是九死一生 之前在外面看到的 并不是真的 这一条才是所谓的妖名古道 妖身强者留下的古道 那是威力无穷 杀鸡无限 就算是念云实力大增 也觉得呀 惊养万分 不由自主的小心翼翼 呜呜呜 四个人呢 正在前行呢 这通道前方突兀吹来了一阵阴风啊 这风中带着凌厉之意 妖靡气息翻滚 将周围全都给染的血红啊 啊 血煞妖族 难道这个妖圣是血煞妖族的人 一掌将冲过来的这妖咪之气 吹散了 这念云露出了惊讶之色 血煞妖族啊 和这阴霾妖族 它是一样的 同属于九千核心种族之一 这血煞之气 吸入其中 任你修为再高吧 这脑海呀 都会产生各种幻象 这种幻象 不足以杀人 但却能让人呢 失去是非之心 陷入沉沦 也幸亏啊 这是在海水里面 凭借着 降水师的能力 能讲这妖妖之气 挡在外面 否则的话 就算是护体真气 再强大 一样 它也能 浸入其中 令人精神受损啊 血煞妖族是九千核心 妖族中 极其可怕的一个种族 甚至比阴霾妖族 那都要厉害 能在这里布置出 如此多的血煞之气 看来 这个妖兽 生前 正是这个种族的妖人 啊 这是什么呀 好多妖人 杀杀 继续向前走了几步 突然百花秋实 嘶吼一声 红润的脸颊 这回也变得苍白了 随即是白衣舞动 鲜花飘飞 这一掌掌上虚空之处 拍了出去 通道本身呢 它就不太宽阔 这呼啸的掌风啊 经过着墙壁一荡 就落在了聂云等人身上 坏了 他已经啊 被血煞之气给请击了 眼中出现了幻象 血子大金咒 破除犯法 双眉一扬 聂云呢 咬破手指 迅速在空中 画出了一个血字 人族啊 破妖密法 血子大金咒 之前聂云对付啊 被妖灵附体的聂浩天的时候 曾经施展过一次 当时他的实力啊 不过是陈刚经 可是现在不同了 他现在已经达到了 至尊巅峰了 同样的招数 顿时出现了不同的威力 巨大的血子 金光颤颤照耀九州 带着皇者之气 浓重的威压 在这妖民古道一扫 在血煞之气 立刻遇到了克星一般 纷纷躲避 你给我出来吧 血子大金咒 我在这百花修身上一阵 聂云 凌空一抓 一个灰蒙蒙的妖怪 这影子啊 就从他的身上抓了出来 咫咫 发出了凄厉的惨叫之声 这个妖影被抓出来了 百花修眼中再次恢复了清明 破 破除了百花修身上的妖影 这聂云也没有停歇 这血子大金中国 双掌一推 就平行的向前飞了出去 在巨大的金光碾压之下 墙壁上无数手臂啊 同时在一瞬间 惨叫起来 变成了飞灰 啊 好强 这沐青沐霞两姐妹啊 看到少年的这个动作 全都忍不住扎舌呀 对望了一眼 惊骇玉死 心想了 这人可真是太厉害了 我们都知道啊 这妖族和人类一向是敌对的 妖族密法多 本领强 往往令人类呀 是防不胜防 不听木匣二人 也和妖族接触过 深深知道妖族的可怕和诡异 百花修身中妖族的幻象 就算能够解救 也至少花费一些功夫 哎呀 可是没想到我 眼前这个少年 连两个呼吸 他都没用得上 就破除了妖法 甚至扫出了妖明古道 哎呦 这种手段呢 就算是神圣帝国最高明的破妖强者 也是难以达到 真是太可怕了 难道他真的是一个散修 大家精神记住 千万要小心 扫进古道之后 这聂云呢 随即吩咐了一声 降水之意舞动 当先向前飞掠而去 嗖嗖嗖嗖嗖 无数妖器啊 形成的这箭矢 笔直的射了过来 每一根都有刺穿 气宗强者的力量 海水翻滚 水力遮挡 长啰嗖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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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嗖 Grow 无尽的海水呀 在这降水之异的控制之下 浪涛一般迎着上去 轰隆轰隆 阵阵御响 这妖气的箭矢啊 也就掉在了地上 利用降水师的能力 聂云呢 连续破除了七八个机关 来到了通道的深处 这段时间呢 连续使用降水之气 聂云队降水师的能力 掌握的是越来越纯熟了 很多精妙之处一一领悟 再结合两世为人的经验呢 和其他丹田的应用技巧 这降水之气的运用 纯熟程度 甚至已经超过朱一宗之气了 就算是欧阳城过来 也未必有他这么纯熟 你现在的实力 恐怕在至尊天榜上 都能进入前十名了吧 看到少年一路展示出 他的战斗力 木轻不由自主的惊讶出声 啊 至尊天榜 这有什么说法吗 聂云第一次听到这个称呼 笑着问道 汽海大陆一共有三大榜单 代表着至尊强者的详细划分 至尊地榜 至尊天榜 还有秘境潜力榜 想进入至尊地榜 至少拥有三千像的距离 真气浑厚 像我和穆金 百花修这样的 根本没有资格进入 想进入至尊天榜 则至少要拥有五千像距离 至于 逆境潜力榜 每个人都至少拥有八千像的距离 更为可怕呀 不禁解释了一句 这么多强者 听到至尊强者的划分呢 聂云心中 一阵 自己现在呀 真气实力 满打满算 也就是两千像 如果不施展肉身力量 和大力丹田的话 连地榜 他都没办法进去 原以为呀 凭借现在的进步速度 至少在神圣帝国 他能排行前几了 现在看来 神圣帝国的强大 根本不是神风帝国 能够比拟的 每个榜单 一年刷新一次 每一次都有十个排名 能进入前十名的 无一不明动帝国 你现在的实力 在天榜 恐怕能排行前五了 怎么之前根本没听到过你的名字呢 木青一脸的奇怪 达到至尊级别呀 每增加一项之力 都异常的麻烦 按照道理 这个聂云拥有的天榜 前五的实力 应该早就上榜出名了 为何自己一点消息 不知道呢 听到这个问话呀 聂云淡淡一笑 也不解释 不是他不想解释 实在是没办法解释 要和他说了自己满打满算 尽级至尊也不到两个来月 他能相信吗 如果再说 重生之后 从气海九重建 第一重 修炼到现在 一共也就三四个月 恐怕 会把这木青 给活活吓死 三四个月就达到至尊巅峰 位列天榜前五 这种紧急速度 已经超过了他们对超级天才的认可 看 腰圣古尸 几个人说话之间呢 这聂云就破开了七八个陷阱 机关来到了通道的尽头 一个肌肉饱满的尸体 正端坐在一个石台之上 栩栩如生 和没死啊 没有任何区别 尸体呀 虽然看起来是毫发无损 和刚死他没什么区别 但聂云知道 实际上这个尸体 在海水里 已经过了不知多少万年了 哼 果然是秘境强者的尸体 聂云呢 双眼放出金光 达到了夺天造化秘境 全身机体 夺天地之造化 淬炼全身 肌肉坚硬如铁 死后啊 地穴锁敲 哪怕海水浸泡了万年 一年 都不朽不腐啊 百毒不侵 秘境师身呢 可以炼制成傀儡 腰核运用好的话 我甚至还能得到一个秘境 腰宠 这下我可发了 这秘境古事运用了特殊手段的话 完全可以炼制成傀儡 虽然这种傀儡没有真正秘境强者那么可怕 但普通至尊巅峰绝对不是对手 就算刚才沐青所说的天榜上的超级强者也能横扫 至于腰核啊 只要至尊巅峰强者吞噬之后 就能领悟夺天造化意境 极有可能冲击秘境的成功 虽然呢 靠这个吞服秘境 邀和 晋级的人 以后啊 很难靠自己领悟 继续晋级了 而且 所成的秘境强者 也比独自领悟 晋级的要弱 但毕竟 他是秘境强者了 任何人 怕都难以 抵抗和诱惑 自己呀 拥有前世 晋级的经验 晋级秘境呢 聂云是十拿九问 自然不会使用这枚妖核 可是一旦给风狼王他们任何一个服掉了 就表明自己将会拥有一头秘境妖兽 就算进入神圣帝国 也没什么可怕的了 你给我过来吧 心中兴奋 唐呼一声 大手向前一抓 五指将浑厚的力量 就形成了五道粗大的水流 猛的就向着尸身笼罩而去 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 就在聂云那 这手指即将接触到古诗的时候 突然身后一个尖锐的喊叫之声 随即一个修长的手臂 就捏住了尸体的身子 向后可就抓了过来 欧阳城 看到这个手臂啊 百花修 先是认得出来 一声金箍 来者正是欧阳城 他不知何时啊 用了什么手段 跟在众人身后 也进入了这里 此时啊 见着聂云 就要讲着尸身给收走了 再也忍不住了 当先动起手来 哈哈哈哈哈哈 你终于出现了吗 想抓走古诗 那就享受一下 妖圣留下的手段吧 这聂云似乎早就知道他会出现了 淡淡一笑 这降水之意 瞬间讲着三女给笼罩起来了 一往生躲闪到一边去了 同时指尖射出一道金光 猛的在古诗上一点 轰隆一声 这金光啊 镇住古诗的眉气 这一声巨响 古诗可就站了起来 这强大的气息啊 让这海水都沉浮了 发天灭地 狂拥的气浪 呼啸就像在欧阳城 可就积了过去 哎呀 糟了 欧阳城呢 这才知道啊 自己中了少年的奸绩了 一声几乎是连连后退 降水之意 无动 他就想逃走 不过他还没动弹呢 就觉得力量一致 身体啊 被另外的一股力量 可就给封锁了 紧接着就看到古诗的拳头狠狠的砸来 啪哒 欧阳城就鲜血狂喷 横尸在地 这欧阳城身上啊 他拥有追踪之气 念员早就知道 他跟在后面了 他也不点破 看到古诗的时候 故意装作去抓取 引他呀 先行动手 妖圣啊 他身为夺天造化秘境强者 就算是死了 尸体又怎么可能容忍随意玷污呢 不用想 肯定有不为人知的手段呢 就因为想到这些 这聂云呢 才让这欧阳城先动手 享受一下妖圣留下的后手 果不其然呢 这妖圣古诗在聂云一指下激活了 站起身来就是一拳 这一拳呢 并不是古诗主观意识上发出来 而是什么 条件反射呀 古诗生前不知经历多少战斗了 这才达到了这种境界 尽管是死了 一旦有人要攻击他 还是他会无意识的反击出来 你也晕 你好算计 可恶 哎呦 他没死啊 果然是香水石比较厉害 那当然了 这种反击呀 他没有意识 也只能保证啊 这尸身不被侵扰了 威力也并不大 尽管呢 让这欧阳城重伤了 却不知名 挣扎着从这地上站起来了 欧阳城现在可不敢随意再接触这个古诗了 看向聂云眼中露出了浓浓的恨意 算计是你自己捡了宝贝不要命 也不怪我嘛 这念云淡淡一笑 说话之间 手掌逆扬 就对欧阳城拍了过去 啊 你是响水师 我也是响水师 呵呵呵 在海水之中 你觉得 能将我击杀吗 你做我梦 欧阳城脸色猙獰 呐笑一声 响水师啊 是水中的皇帝 身在海水 想战就战 想逃就逃 丝毫不惧啊 欧阳城虽然受伤了 也没有多少害怕 而是冷冷看向少年 露出了讽刺之意 不能讲你击杀 哈哈哈哈 那是其他香水师 对于我来说 你今天必死无疑 淡淡一笑啊 这念云手中旋语之剑 可就取了出来 身体一晃 一剑就劈了下来 逼死 哈哈哈哈 鹿死水手 还不一定呢 香水师无际 万里净透 双臂一震 欧阳城一股玄冒的力量 就从这双臂挥舞出来了 这四周的海水啊 眨眼功夫 形成了一片 滔天巨浪 席卷着 就向着聂云 冲击而来 降水师舞技 各种特殊天赋啊 他都有对应的舞技 只不过这种舞技 十分稀少 难以寻找 聂云都没想到啊 这个欧阳城 竟然会降水师的舞技啊 这种舞技 能更大效果的发挥 降水师的天赋 一经使出来 那可真是天翻地覆 整个海底 都像是啊 造了世界末日了 难怪欧阳城如此自信啊 没想到 他竟然有如此底牌啊 嗯 不错的攻击 不过这样啊 就想杀我 你不觉得有点太简单了吗 面对气势 熊熊的攻击啊 聂云并为慌张 反而笑了一声 手指扬起 只见一股特殊的字体旋转 仿佛啊 咒语一般 在他呀 斗指的这一瞬间 再次破空 进入了夭圣古诗的媒体 这一股特殊的咒语啊 一进入古诗的身体 欧阳城身后的古诗 再次一拳打了出来 轰隆一声 欧阳城可没想到啊 古诗还会动手啊 丝毫他也没有防备啊 这背心一疼 笔直的向前呢 就窜了出去 一头就插进正前方的石壁上 好家伙 头破邪流啊 降水师武器万里惊涛 也在本人重伤的情况之下 失去了支持 烟消云散了 这 这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控制古诗战斗 我不相信 从石壁上啊 想着脑袋拔出来了 这欧阳城脸色 猙獰的呈呼一声 还没喊完呢 再次觉得这脸上一疼 一个脚掌已经踩在上面了 巨大的力量 压得他是一动不能动 脸如啊 柿饼子一样 紧贴在地上 你不是能逃吗 现在你给我逃一个看看 这脚掌踩在啊 欧阳城的脸上 聂云 淡淡一笑 其实刚才呀 他并不是控制古诗战斗 而是呢 以仪仗对妖族的理解 施展了雪煞妖族最害怕的密法咒语 古诗在咒语的刺激之下 本能的做出了攻击 这欧阳城啊 首当其冲啊 于是就悲剧的被打了 再次重伤 你 你杀了七皇子 七阳公子 他们背后的势力 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知道自己也逃不掉了 欧阳城脸上露出了浓浓的不干 你呀 还是考虑考虑你自己吧 他们 不放过的是你 跟我有什么关系 笑着摇摇头 聂云脚掌一动 只听咔嚓一声 就将这欧阳城的脑袋 踩了个粉碎 之前呢 就不知好了 就算是七皇子 七阳等人背后的势力插手了 也最多 查到欧阳城的身上 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呢 将这欧阳城给击杀了 毁尸灭尽 他们查到 想要报复也找不着人了 只会觉得呀 他是找地方藏起来的 继续追杀 从而陷入死阶 好一招 祸水东引 见这少年毫不犹豫 讲着欧阳城给击杀了 这穆青啊 当先明白过来 眼睛一下亮了 之前他怎么都想不通啊 聂云对杀死七皇子等人是丝毫不介意 可是现在看来 他心中早就有了计划了 真可谓 有勇有谋啊 滴水不漏 还真是一个可怕的少年啊 手掌一抓 掌心一股特殊的力量 就将这欧阳城给嚼了个粉碎 这肉体连同血液啊 全部被海水给吸湿了 被通道中的这妖人 一下子都给抢了吃了 彻底消失了 好 现在 我就将这头股市收服了 处理完欧阳城 聂云呢 猛然飞了起来 双掌合拢 食指连连点击 每一下子间都会冒出一滴鲜血来 这食指湿滴鲜血 在这空中 形成了一个玄奥的图形 啊 降妖无上手法 食泉九宫图 这 这怎么可能 看到少年呢 指尖喷射出来的图形百花修 是秀木瞪圆 一脸的不可思议啊 食泉九宫图 那是什么 木星也不明白呀 赶忙就问了 我也不知道 还是以前 听师父曾经提起过 说世间呢 有一种降妖无上的秘法 叫做食泉九宫图 将天地万物 以一元两一三材四项五星 六合七星八卦 九宫的方式排列起来 再加上自身 以食泉的方式形成阵法 克制妖族 无往不利 即便妖族实力 比施展者强 一样 无法行动啊 百花修 缓缓的解释道 啊 竟然 有这种阵法 他他他 看起来 如此的年轻 怎么会有如此高深的秘术啊 这木精啊 越发觉得眼前的这个少年 忒可怕了 之前打出的雪子大尽重 自己就从来没见过 现在又弄出一个无上秘法来 真不知道他身上到底拥有多少秘密 妙招是层出不穷啊 连他们这种宗门子弟都是目瞪口袋 闻所未闻啊 十全阵徒 强妖除魔 瘦 二人交谈的功夫啊 聂云已经布下了徒刑 已经将的妖圣古诗彻底的笼罩在内了 在徒刑阵法之内 古诗像是受到了极大的压制 想要反抗 却是丝毫不能 身体一松 松的 就被啊 收进了聂云的 纳乌丹田 妖圣古诗 一进入丹田 聂云脸色 顿时变得苍白起来 似乎刚才 施展的十全九弓图 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哎 实力还是太差了 以前随手布置 比这大出百亿倍的阵图 都没什么大事 现在布置出这么小的 就力量差点耗尽了 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聂云呢 盘膝 悬浮空中 掌心取出零食恢复体力 这段时间修炼呢 一直用的是 从两界山 弥天宗 神封城保护里 得到的灵石 这黑色圆珠中的灵石 还没用过呢 现在已经迫不得已 只好用了 这一头 腰圣古石非常厉害 想要蒋鸡 炼化成傀儡 取出他体内的吆喝 没有个三五天时间 根本不能完成 这可是海底下呀 多待一段时间 就多一份危险 还不如 先蒋鸡呀 得收服了 再回去 想办法 就因为想到这一点了 聂云呢 才不惜毫费蒸气 施展出强大的 十全九宫度 一举将这古诗 给收取了 不过呀 虽然是成功了 体力损耗 也实在是推大了 就算是他 蒸气浑厚 远超同级别的强者 依旧是 觉得体力不济了 差点啊 因为力量不及 被这海水 给活活压死了 连续吸收了近百块零食 这聂云呢 这才觉得气海充盈 体力恢复了 哎呦 不好 快些离开 这身体呀 刚恢复了 聂云心痛突然 就觉得一道巨大的危险 即将向灵了 香水之气呀 猛然激发 想着百花修 三人一下就给笼罩住了 身体一晃 就化作 一道流光 瞬间向外冲了出去 进来的时候 非常困难 出去的时候啊 因为已经失去了 古师的镇压 许多阵法 都已经无法启动了 几个呼吸时间 四个人就来到了 九星妖国书 废墟的跟前 是我背 敢伤我后背 哪里逃 就在此时啊 一声爆喝 伴随着一道 皎洁的金光 笔直的向聂云后背 射了过来 这一道金光 那是璀璨光明 像是某种武器 产生的攻击 过 丝毫不受海水的智库 还没来到跟前呢 就散发出浩大光芒的态势 无数海鱼啊 在光芒渔波之中 都变成飞灰了 千颗丧命 想杀我 可没那么容易 面对直冲而来的金光 聂云并不害怕 发出一个爽朗的笑声 在降水之翼一抖 四人就在海底 闪烁了几下 以超出攻击数倍的速度 向外飞去 不一会儿就出了 妖圣骨虚的范围 彻底消失了 降水师啊 那可是号称天下 三大逃命天赋之一 水中无敌 绝不是浪得虚名 可恶 可恶 降水师 回去查查 是哪一个降水师 敢杀我后人 念缘等人刚刚消失 九星妖果树 废墟之前 一个老者的身影 就突兀出现了 哎呦 这个老者 是须眉洁白 双眸间一鼓 天地傲易旋转 修为稍弱的 恐怕呀 只看上他一眼 就会觉得 灵魂受到冲击 失去战斗力 灵魂入道的 秘境强者 齐阳 我的孙子 可恶 到底是谁动的手 我会让他 速以失万段 又一声 怒吼过来了 紧接着又一个老者出现了 这个老者 浑身金光闪闪气息 凝而不散 手掌一伸 就像刚才攻击 聂云的金光 抓在了张星 很显然呢 刚才的这个攻击 是他打出来的 哎呦 如此深海呀 那是不知 多远的距离呢 打出一招 如此的威力 这个老者的实力之强 简直是 骇人听闻 而且呀 最可怕的是什么 他竟然不是 秘境强者 依旧是一个普通的 至尊巅峰 这至尊巅峰 打出不弱于 秘境强者的攻击 你说 他得有多可怕 秘境强者又怎么样 冲击秘境强者 没死的老怪物 你又怎么样 哈哈 想抓我 门都没有啊 这响水之异舞动 你也晕在海水中 游荡着 鱼儿一样 毫无智库之感 反而啊 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舒畅来 就好像天生 他就适合在这水中 即便在里面呢 待上他几百年 那都不会厌烦 降水师 入水化龙 全力行走 秘境强者 都难以追击 刚才那两个老者 那实力 虽然个个都比聂云 强上数倍 论逃走的话 连尘土都没指上 一路即止 走了也不知多少万里了 这聂云呢 带着三人 跃出水面 前方有个小岛 你们三个 在那里歇脚吧 我偶有所感 修炼一段时间 咱们再走 来到一处海面 在聂云呢 知道距离那两个老者 已经很远很远了 一指前方 一个小岛 吩咐了一声 你要小心啊 百花修嘱咐了一句 我这里有两枚九星妖果 你们两个服用了吧 实力也能增强一些 随手取出两个 九星妖果 递给了沐青 和百花修 这东西自己手里啊 还有许多呢 二人也算自己人了 给出两个 也没什么 说完了 聂云 一个余月 就重新钻入海中 有了降水师的身份啊 对他来说 海水之中 那才是最安全的 现在当务之急 不是马上回到神方城 而是尽快炼化 邀胜古师 只要炼化古师了 就等于有了一个 夺天造化秘境强者的帮手 这样的帮手啊 别说神封帝国了 就算是整个沁海大陆 恐怕都能横行啊 只有这样啊 才能讲父母等人救出来 不然凭借一个至尊 哪怕力量再强 在神圣帝国 肯定是翻不起 什么浪花来了 毕竟啊 不用说其他的 单说之前 见到的两个人 那是实在太厉害了 就算他现在实力大惊 也知道真正交手的话 在二人面前 他连一招都过不了 进入海水之中啊 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随意在地面 挖出了一个岩洞 聂云钻了进去 海水中啊 逆境强者 他也不能待太久了 时间长了 必须要出来换气 这响水师 他可不同了 可以啊 在这海水之中 自由呼吸 在海水中 实力啊 要比在陆地上还要强 在这里量化骨石 才能发挥出最强的力量 成功率也就增加了 讲的岩洞 处处都给封死了 这聂云呢 先调整了状态 将身体精神 全部恢复到巅峰 这才从纳武丹田之内 向这妖圣古诗 取了出来 这头古诗啊 那可真是栩栩株生 身上没有丝毫的腐朽 虚发洁白 全身是天地法则流淌 闪烁着金光 仿佛全身呢 都已经修炼成玉石一样 这聂云灵溪炼体诀 虽然达成了第四层 可浑身的肌肉依旧啊 没有如此的完美 达到夺天造化秘境 身体啊 都会被天地造化之地给改造了 力量虽然不会增加 全身的基因 却有着飞跃似的进步 让人修炼更加迅速了 看这头古诗的模样 晶莹剔透 即便死了 还能自由呼吸灵气 生前进入秘境的时间 那可不短了 如果呀 是刚刚进入秘境 就死亡了 失去精神力的维持 时间长了 身体依旧会 灵性进尸 最终啊 腐烂 别说天地法则流转了 这晶莹剔透 宛如玉石了 那是根本不可能 这人呢 他修炼气海 法力 会开启血窍 让真气啊 流转 运行 这个尸体真气流淌不屑 闭口闭目 闭耳闭缸 全身窍门 全部封锁了 看来是使用了一种秘法 古时候的 这高僧元祭之后啊 将这七窍 连同肛门一起封闭了 外毒不入 就能啊 保持着尸身 千年不符 这头古尸 也是一样 浑身上下 没有一个罩门啊 这气息在体内 盘旋不出 尸身保存的是 完好无损 将全身的 这惊奇神呢 都封锁在体内 恐怕就是害怕别人给他炼化了 一旦主动意识进入其中 肯定会遭到最强烈的反噬 聂云呢 眉毛皱起来了 心中沉思起来 这个妖圣啊 临死之前似乎已经猜到后人 会将他的尸体炼成傀儡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 在这还没死透的时候 将全身的惊奇神 集中封印起来 一旦外人精神攻入了 就会啊 遭到他的强烈反噬 也就是反攻 当然了 这种反噬也只能维持一次 只要彻底给压服了 就能啊 成功炼化尸身 压服不了 就会大损 轻者重伤 重者 当场死亡 富贵险中求啊 拼一下 救出父母等人 几率增大 不拼 等我再次修炼到秘境 还不知道 何年何月 尽管呢 有两世为人的经验呢 这聂云也知道 进入多天造化秘境 非常的艰难 哪怕现在进步速度这么快 没有机遇的话 想要突破 想要突破 也是根本 没有希望 指着自己啊 突破秘境 再去救父母等人 也不知道 会发生 什么变故 还不如 拼他一把 富贵险中求 为了父母 姐弟 他呀 要冒险了 拼了 一咬牙 聂云呢 手指一点 十全九宫图就呼的一下 散开了 失去了这个阵图的这压迫啊 这妖神古师猛然的就从地上站了起来 气息高大 凝重 宛如山月 不可亵渎啊 灵魂离体 炼化傀儡 精神冲击 双手十指啊 在自己的太阳穴上 这么一点 一团萤火虫一般的光芒 就从眉心射了出来 瞬间射入了古师的脑海 老年人常说呀 年轻人阳气过重的话 会自动啊 在头顶上冒出三把火来 这种火焰燃耗起来 鬼神 疲异 不敢进钱 其实啊 这正是灵魂之火的外在体现 人人呢 他都有这灵魂之火 能讲这灵魂 集中在一点燃烧 是驱邪除魔的最佳手段 聂云这一团 萤火般的光芒啊 正是他的灵魂之火 这一团火焰 一旦要是熄灭了 他的灵魂就会破散 彻底死亡 如果呀 换作以前 这聂云呢 就算想要炼化 这头古师 也绝不敢将灵魂之火 给去出来 射入对方的体内 这样做呀 等于呀 讲这帽子 扔过篱笆 不成功 变成人 这丝毫没有退路可选了 现在之所以这么做呀 是因为他刚刚战胜了心魔 灵魂是晶莹剔透 知道做任何事情啊 都必须勇猛 警进 一旦退缩 十成力 也只能发挥出 七成来 本来能成功的 他也成功不了了 还不如全力一搏 呼的一声 灵魂之火 一进入 古师体内 聂云立刻发现自己呀 身处一个空旷的地方 一个虚发洁白的妖人 突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哈哈哈哈 还没有达到 夺天造化秘境 你就敢来死吧 虚发洁白的这个妖人呢 睁开双眼 瞳孔散空 猛的射出妖异的光芒 在这道妖异的光芒冲击之下 聂云整个人的灵魂似乎都要被撕裂了 本就微弱的灵魂之火随时都会熄灭 啊 血童 糟了 这家伙竟然是血童天赋 难怪不怕别人将其炼花成傀儡 聂云害怕了 为什么 看见血童了 看见血童了 这血童是瞳孔如血呀 能够释放出血童之气 是一种善于灵魂攻击的超级天赋 这个妖神不但是秘境强者 竟然还拥有血童天赋 完全出乎聂云的意料啊 血童天赋者最强的就是灵魂 想要讲迹炼化成傀儡 那叫难拿 直到我是血童师 那就好 虽然你本身实力还没有进入秘境 为了能够重建人士 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你就乖乖让我躲舍吧 音效一声 这妖人呢 鲜红的双眼是鲜血翻滚 一瞬之间形成了一个鲜血海洋 将这聂云是彻底包裹在内 他原本呢 故意将这精气神封锁在体内 等别人找到尸体炼化的时候 一举躲舍增加扬寿 修炼 逆天行事都要受到天地之约 寿命限制 至尊强者能够活上他几百年 夺天造化秘境强者的寿命虽然增加不少 也很难呢 超过千年 这个血同妖人 正是在大限来临之前 运用秘法将灵魂封印在体内 一旦后世 有人炼化尸体了 就讲起多舍 这戒体重生啊 这戒体重生 妖族无上的秘法 比这妖灵附体还要高深 吸收血同之气 形成血同丹田 灵魂反射 知道对方的阴谋了 聂云身上冒出冷汗来了 突然一声长啸 精神连忙感悟对方的血同之气啊 这戒海内眨眼功夫 就形成血同丹田了 为今之计 想要对抗妖人的夺舍 自己就不能后退了 以利 破利 哄的一声 感应到了血同之气 形成的血同丹田 瞬间 他就完成了 这念云双目 也立刻变成了 血红色的 这鲜血翻滚啊 和这妖人 对碰在一起 什么 你也是血同师 也拥有血同天赋 这不可能 人类 怎么会有妖族的天赋啊 这妖人吓了一大叫啊 也难怪他震惊啊 这血同天赋啊 它是妖人 才具有的特殊天赋 他怎么都想不到 现在竟然出现在 一个人类的小子身上 就算你是血同师也没有用 我堂堂的夺天造化秘境强者 难道连一个至孙 我都多舍不了吗 妖人他不会是超级强者呀 只震惊了一下下 就恢复过来了 一声咆哮 这血同之中是红光大盛 聂云就觉得呀 身处红色海洋 根本无法挣扎了 我不能死啊 我可千万不能死啊 我死了 谁救我的爸爸妈妈呀 心中啊 强大起来了 血同反杀 感受灵魂受到智库了 聂云知道自己 危在担心 一旦被对方给控制了 绝对会变成傀儡 没把人家守成了自己 造成傀儡了 当下也不犹豫 一声低吼 血同单亲 疯狂运转 灵魂红色 光芒也是大声 自己呀 对灵魂攻击方法知道的不多 手段也是极其稀少 现在也只能使用啊 刚刚进化的血同丹田 与其对抗了 真是班门弄斧 我对血同事的研究 比你要深多了 你给我泯灭吧 血同之光 妖人黑黑一笑 这幽深的瞳孔啊 深处突然闪烁出 妖蚁的光芒 涅云这血同天赋 弄出的红光 在这道光芒的照射之下 是节节后退 溃不成军的 哎呦不行啊 我刚刚延伸出的血同丹田 这样下去 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吧 看到自己血同天赋 射出来的这红光 被对方给吞噬了 聂云 这一下心中可着急了 虽然自己现在也是血同师了 但拥有这种天赋 实在是太短了 刚刚得到 就想和拥有天赋 几百年的老怪物 对抗啊 这也不可能啊 你对血同丹田的理解 的确比我强 不过对灵魂的研究 你就不如我了 拘魂七生球出现 坚持了一小会儿 这突然也有一声成虎 这灵魂之火面前突兀出现了一个鬼影画作的长桥 这个长桥散发着地油油的光芒 恐怖啊 宛如通向阴曹地府的入口 哎 这是什么秘法 妖人看到这个桥梁出现 吓了一大跳脸色一变 哈哈哈哈 你中计呢 其实我是夺天造化秘境者 你想吞噬我 就被我吞噬吧 见他惊慌了 聂云之道目的 已经达到了 再次放生成虎 原本微弱的灵魂之火 是陡然之间 大放光芒 一股庞大浓厚的气息 也是直冲天际 雕胜古诗的 石海空间 似乎都被这一股子庞大的气息 充斥的即将爆炸了 什么 感受到这一股子气息呀 原本 沉着的妖人 终于感到害怕了 这股气息实在是太庞大了 甚至比自己强盛十七 还要强大的好几倍 死吧 聂云的灵魂之火呀 趁着对方呢 慌忙的时候 猛然就冲了过来 同时两道 血光涌现 光暗交错 宛如两道 璀璨的剑芒 笔直的 就像妖人 刺了过去 轰隆一声 光暗交替的光芒 将这妖人 灵魂给 笼罩住了 如同火焰和寒冰啊 这妖人是惨叫一声 身上 就冒出青年来了 受尽了巨大的折磨 你你不是多天造化秘境 啊 你这个 鞠魂七声桥也是假的 我竟然上了一个小子的道 我不甘心呢 两道剑芒 一次入灵魂 妖人顿时知道自己眼前这个少年 把他给骗了 那个呀 所谓的灵魂攻击秘术 拘魂七声桥 只是一个花架子 根本就是滑而不实 没有丝毫的攻击力 而他刚才散发的冲天气息 也是假的 本身实力 依旧是个至尊啊 绝对不是多天造化秘境强者 不过 现在知道 已经晚了 被血同天父形成的剑芒给刺中了 只觉得灵魂像是受到了火焰的灼烧 一阵冷一阵热忍不住 发出气力的残酷 他再强 也只是一个苟延残喘的灵魂敌 如何能像聂云一样拥有肉身帮助 这灵魂力量源源不绝 咒咒咒咒咒 藏乎声中 妖人残余的灵魂终云燃烧殆尽 化作一缕青烟 哈哈哈哈 成功了 竟然成功了 聂云呢 脸色苍白 刚才自己呀 要是和对方应科 这写同师天父的话 那可毁了 失败的肯定是自己呀 情敌之下突然想起了七皇子施展的灵魂之道 拘魂齐声桥 虽然这种秘书啊 自己他不会 但模仿出来 还是不错的 只这么一下子就吓得对方是后退了 然后趁机用精神力运转无名法掘 震慑对方 这才一举获得了成功啊 哎呦 这聂云吐出一口气来 对方灵魂彻底消散了 一点痕迹都没有啊 这聂云灵魂之火退了本体 从地上站了起来 双眼射出金光 一脸兴奋 拳头不由自主的就攥起来了 妖人的灵魂覆灭了 那就表示自己成功炼化了古诗 拥有了一个必经强者的傀儡 虽然是成功了 刚才也的确是太危险了 看着眼前一动不动的秘境古事 聂云兴奋的同时又觉得暗自清新 如果不是拥有无名法觉 能够随意改变丹田的属性 临时生成血同丹田 又临时将对方给吓住 恐怕死的肯定是他自己 别人不知道血同丹田 他现在成为血同师 自然知道这种天赋的可怕 主公傀儡的特殊丹田 一旦施展出来 能让人陷入无尽的血海 思维混乱 哪怕失利比现在墙上一大截 灵魂也厉害 一样会被控制的 无法自拔 直到死亡 肉身变成傀儡 西皇子施展的拘魂七成桥 虽然也很厉害 但是与其相比 就是小巫见大巫 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妖人临死之前 故意留下尸体 让人炼化 正是仪仗着血同天赋啊 封印住自己的灵魂 到时候一举将来者夺舍 达到重生的目的 真是好算计 不过再好的算计啊 也没想到会遇到聂云 这样一个怪胎 能够随意 能够随意形成单田属性 一下变成了和他同样的血同师 你想啊 这血同师对上血同师 让他一开始就失去了主动性 然后聂云呢 又有无名法觉 模拟出来超过至尊的气息 只这么一下子 就让他心神大乱 这个妖人他再想啊 也只是封印了 不知多少年的残魂 不可能和聂云 这种活力四射的年轻人相比 哎呀 先讲这妖盒 给他拿出来吧 平稳了一下呼吸聂云呢 压住脑海之中 因为无名法觉 带来的一阵阵悬晕 看向眼前 已经变成自己傀儡的骨石 大手一抓 一个核桃大小的 通体洁白的金盒 就被捏在了掌心 这妖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那肯定是妖盒了 是妖人一生 心血凝念而成 这秘境强者的妖盒啊 能够帮人晋升秘境 不过一旦要是取出来的 这妖人的尸体 就相当于失去了发动机的 没了力量本源 也就变成了一个废物 但是这点呢 对别人来说 很难解决 不过对着聂云来说 可是不复杂 就用聚灵阵 来代替吧 假如妖合收入 那我丹田 这聂云呢 随手在妖人尸体的丹田处 布置了一个 完全由灵石 组成的聚灵阵 这个聚灵阵呢 他能够在短时间之内释放出强大的力量 是用来代替妖合的最佳物品 只不过呀 聂云手中 现在的灵石 品级有点太低了 用100个灵石布阵 只能啊 让其发挥出本身实力的1% 如果要是用上品灵石 布阵 只要10枚 就能发挥出他全部的力量 这灵石啊 因为品质不同 分为呀 好几个级别 在聂云手中啊 现在的得到的这些灵石 虽然不少 也只是啊 最低等的下品灵石 在这种灵石上面 还有啊 中品上品 乃至于绝品 这灵石啊 等级要是低了 提供的灵力 它就少 就不能完全发挥 古诗的实力 用100个灵石 布成的大阵 只能啊 发挥出 他生前1%的力量 不过 就算是1% 也是夺天造化秘境强者呀 比自己这种至尊巅峰 那是强大的多了 这种情况之下 有些人 他就会问了 他也得想啊 使用灵石 只能发挥1%的实力 那还不如使用腰核呢 其实啊 使用腰核提供能量 也是有弊端的 腰核离了体 就代表主人已经死亡了 这种腰核 不能继续吸收能量 就算是放在古诗体内 也只是一次性的消耗品 一旦彻底用完能量了 也就变成了一个废物了 还不如啊 拿出来 再造出一个秘境强者来 增加自己的武力 至于灵石啊 这东西可可以换啊 这具灵阵的能量 使用完了 完全可以更换新的灵石 只要灵石足够 力量就会无穷无尽 用一个一次性战斗力强大的 而且浪费一枚腰核的古石 还不如使用战斗力来萎缩 能用多次的傀儡 而且啊 战斗力萎缩 也只是现在 一旦拥有足够的 剩品灵石 或者呀 这绝品灵石 一样能和腰核一样 发挥出傀儡的全部力量 当然了 这种尸体内布置 聚灵症的方法呀 是非常困难的 这聂云呢 也是前世的时候 在一个妖人古墓之中得到的 这手段呢 繁琐复杂 稍有不慎 就会前功尽弃 不过幸好 这个步骤啊 聂云雕刻一般的记在心里了 即便现在的实力 远远比不上前世 布置起来 也不算特别困难 很快呀 聚灵镇就彻底布置好了 这妖圣古石 在聂云意念的控制之下 站了起来 散发出毕竟强者 特有的气息 好好 哎呀 这个古诗和我一样啊 同样是一个写同诗啊 我的灵魂 与其完美的契合 不但是傀儡 还能讲其当成分身来使用 又在严栋啊 研究了半天 发现自己的灵魂 可以随意控制古石 讲其当成分身 这聂云呢 兴奋的差点跳起来 这傀儡呀 他和分身是两码身 傀儡呢 只会听从主人吩咐行事 没有自己的主见 分身呢 则是另一个自己 聂云没想到自己成为 写同诗之后 古石竟然和自己的分身一样了 想怎么控制他 哎 就怎么控制他 实在是意外之喜 拥有一个秘境强者的分身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 都比拥有一个秘境傀儡 强大的太多了 古石生前呢 不知修为到底有多深 现在虽然只能发挥 百分之一的实力 就和普通秘境强者实力 差不多了 真是太可怕了 秘境强者和至尊一样 同样他有强有弱呀 刚进级的秘境强者 自然不可能和进入数百年的老怪物相比 这个夭生古石 生前的实力 不知道有多强 但只发挥百分之一实力 似乎就比呀 普通的秘境强者 弱不到哪去 哎呦 这种战斗力呀 就算比上神圣帝国的皇室那一位 恐怕也是差不多 当然了 神圣帝国皇室那位实力到底有多强啊 自己也不太清楚啊 当时为了逃命 并未仔细观察他 毕竟待的时间长了 就算是降水师 也未必能从二人手中逃脱了 这降水师啊 所谓的水中逃命无敌 也只对同级别而言 越级相差太多了 也无能为力 就好像啊 前世的聂云 最巅峰的时候 丹田血峭境巅峰 在秘境中 也算得上是最巅峰人物了 大手一抓 亿万公里的海水 就能瞬间蒸发 就算让降水师逃上他一年 同样一眨眼功夫 就能给他抓回来 当然了 如果这位降水师 也是丹田血峭境的巅峰 同样实力 想要抓住 简直呢 不可能 特殊天赋啊 同级别之内 所对应的天赋是无敌的 这绝不是空穴来风 成功炼化股师啊 看看这个腰翅 云甲兽 兽王的龟甲吧 能不能从中 领悟到点什么呀 又研究了一会儿 觉得对这个股师 已经了如之掌 如躯受臂 这聂云这才送了一口气 一周手 便将尸体收入了纳乌丹田 取出当初击杀寿王得到的这 龟甲 这个龟甲上面呢 生成的密文符合着天地之力 和自己领悟的暗境 非常的相似 如果能彻底领悟了 实力肯定还会暴增一些 这海底沿洞之中啊 聂云盘坐在原地 面前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巨大的龟甲 上面的密文散发着玄傲气息 似乎啊 随时都能脱离这龟壳飞下来 这样不对 暗境还应该是借助天地规则 一举一动 自成天道啊 这少年双眼呢 紧盯着蜜味 这乌黑的眼珠中 也有一道道波浪一般的纹路 缓缓的旋转 犹如啊 逆转的星河 带着苍茫古老之一 暗境 并非聂云我原创 古来他就有的一种特殊禁礼 不过这种禁礼 有个一重两重就非常厉害了 现在聂云呢 已经呢 修炼到十二重了 还想再做突破 难度何相而知 嗯 刚急则柔 暗境实际上是刚劲的一种 却是达到了极限 力量阴柔能够穿透身体 攻击内脏 忽然心中一道明目划过 聂云头上光芒涌现 是灵光一闪 研究了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 聂云心中对龟背上的玄傲气息 已经是彻底掌握了 整个人不经意中 陷入了顿悟状态 所谓顿悟可遇不可求的机遇 对任何修炼者 那都是梦寐以求的 聂云呢 这时候就觉得脑海之中 原本纷乱的思绪 一瞬间找到了头绪了 这线找到头了 一道道特殊力量在脑海旋转 刹那间就突破了原有的之骨 原来这暗劲就是这样 十二重暗劲的确是太少 这种感觉不知过了多久 这聂云突然一声尘呼 从这岩洞里站了起来 双手一振 一拳打了出去 嗡的一声 整个海底岩壁一声闷响 伴随着拳风一个巨大的坑洞 就出现在了眼前 这下呀 他不但用了暗劲 还用了明镜 这一举破坏 是威力惊人啊 好好 果然可怕 感受到自己的这拳劲 更深一层了 聂云眼睛亮了 之前炼化古时啊 虽然兴奋 却始终不是自己的实力 无论在什么地方 自身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别的只能是辅助 如同过河的桥啊 一旦渡河 就必须舍弃 而自己的实力啊 就好像游游 如果会了 就算遇到深水 也不会害怕了 明镜暗镜交融 现在啊 他对暗镜的理解更深了 如果使用弦语之剑 攻击的话 应该能打出 三十二重 聂云是长笑一声的 这段时间呢 观察 龟甲上的 这些密文 让他对这暗镜了解 更加深入了 暗镜力量 已经达到了三十二重 暗镜力量 三十二重 配合七千项距离 聂云自信 再遇上上次那两个高手 就算不能获胜 至少也能争斗一番 想到这儿啊 看看也该出去了 感受到浑身 尽力交错 是气息如虹 直到时间呢 已经过了七八天了 聂云站起身来 移动身 向外 窜去 花谢花飞 花满天 红霄香段 有谁连 油丝软细 飘春蟹 落续青瞻 铺绣连 落花神掌 第三世 葬花连环丝 一声清喝呀 这百花修 十指连反 真气从指尖 射出 在漫天的落花中 形成了一个 洁白的鱼网 这鱼网啊 越破越大 刹那间 就将这 木青和木霞 两姐妹 笼罩在 下面 同心剑 刺 这长笑一声啊 这木青 木霞 两姐妹 是双剑齐出 三白的剑盲横扫 二人出剑的速度和方位 全部一模一样 如同一人打出的招数 几次在鱼网上发出咯咯的声音 随即哗啦一声 这鱼网就破开了一个口子 好剑法 这鱼网啊 破掉百花修 没继续攻击 而是一收掌 悬浮空中 看向木青二人脸上露出的惊雅之色 百花修姐姐 也厉害啊 短短七天时间 就能创出 落花神拳第三世 友情 夹杂着无情 情意交融 恩怨分明 这一招葬花 梁桓丝 如果不是我们 姐妹两个 刚刚有所领悟 恐怕 会被直接困在里面 一辈子 也出不来了 木青 想起刚才那个鱼网的强大 急忙的 说道 姐姐说的不错 你这个 葬花连欢丝 不成的鱼网之中 就好像 人们常说的情网 躲不开 闪不掉 避不成 逃不离 一被缠绕 就会陷入 纠结缠绵之中 随时 真气成丝 却带着精神攻击 真是厉害 木霞 也心有余悸的 说道 呵呵呵 偶有所感罢了 你们姐妹 放下心结 这不也创出了 这一套 童心剑法了吗 听到二人的赞扬 百花修 笑了 这木青 木霞两个姐妹啊 虽然是 双胞胎 一直以来 却因为性格不同 剑法始终 不能合并 现在呀 抛除了 这些心结 短短几天之内 竟然呢 让他们领悟出一套 同心剑法 同心剑吗 剑法 同心 二人默契 出招 功敌之弱 补给之短 联手的威力 比单打独斗 提升了数位 他们俩本来呀 就是高手 实力再次提升数位 就算是齐阳 齐荒子 他们复活了 联手 也恐怕 不是对手了 如此厉害 只和百花修 打了一个平手啊 足见后者的进步 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在神圣帝国的话 怕也已经 位列 至尊天王了 咱们也不用 相互恭维了 百花修姐姐 你说 咱们实力进步这么多 能不能战胜聂云 木青 突然问道 如果 他没进步的话 应该不是咱们的对手 不过 他不能 用常理推测 进步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想起和少年呢 从见面到现在的 进步速度 百花修 一脸的无奈 别人提升呢 修为 累死累活 可是这个少年呢 就跟作弊一样 几天不见 实力 就会突飞猛进 速度之快 让人 想 都想不到 进步速度快 难道 他不是故意 隐藏实力 两姐妹 对望了一眼 一脸的迷惑呀 他们对聂云呢 那是不太了解 还以为 之前少年 善于隐藏 最后爆发的 才是真正的实力 我一个多月之前 第一次 见到他的时候 如果不是 偷鸡取巧 惹得我心神大乱 恐怕 连落花神掌 第一世 他都挡不住 你说他的实力 会有多强呢 想到第一次 见到少年时的经历 百花修 无奈的摇了摇头 一个多月前 连你百花神掌 第一世 都挡不住 刚才交手啊 这木星二人 对着百花修 第一世的攻击 知道的非常清楚 这一招威力 虽然不弱 却也只能啊 和刚进入 至尊巅峰的人交手 聂云 一个月之前 连这一招 他都挡不住 实力 也未免 有点太差了吧 一个月前 这么差 一个月之后 哎呦 想想这少年呢 讲了七皇子等人 一见批死的场景 母亲那人 就觉得是 不寒而栗呀 真气浑厚 剑法可怕 怎么可能一个月之前 实力这么低呀 如果你们要知道 他真实的年龄 恐怕就相信了 他和咱们可不一样 咱们都是住院有树 才显得年轻 可是他真正的年龄 还不足十七呀 百花修 再一次抛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不足十七 母亲二女 畅点活活吓死 他们自认为天才 十七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什么都不是啊 十七岁就达到了至尊巅峰 位列天榜 就算在神圣帝国 这种天赋也能排得上是前三了吧 太恐怖了 讨论什么呢 搜 就在这个时候 空中一声急速音爆 这少年的身影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英俊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 啊 聂云 你出关了 看清楚少年的容貌 百花修三人同时露出了喜悦之色 嗯 聂云点了点头 在这待了好几天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聂云 我们姐妹 偶有所感 刚练成一套同心剑法 不如咱们切磋一下 木卿突然开口道 哦 切磋 哈哈哈哈 好吧 那么你们三个一起上吧 这几天呢 修炼暗尽的时候 聂云呢 也将全身力量 梳理巩固了一番 虽然尽力 没怎么增长 但对力量 控制比闭关之前那是强大了 不知多少倍了 整体实力也增加了不少 好 那我们就当人不让了 能达到至尊巅峰啊 成为人上人 每一个都对战斗 有着特殊的兴奋 百花修也不例外 听到聂云的同意 战意如废 一声低呼 当先就窜了上来 一掌打出 他知道少年实力强啊 这一招完全没有留后手 直接打出了落花神掌 最全的第三式 顿时是落花满天 一条条细线再次形成 将这少年彻底给笼罩住了 同心剑 刺 细线形成的瞬间啊 这木精木侠二人心意相通 同时刺出了两剑 这两道剑盲 将这聂云的生路死路 全部给封锁了 根本就无法逃脱 三人对力量的控制 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两招看起来危险 实际上 一旦聂云躲闪不开 剑盲一粘到皮肤上 就会崩开 丝毫不会伤到对方 但要不躲开 或者是将剑盲给挡住 任由他粘在皮肤上 就算不受伤 那也算是输了 输 年轻重生以来啊 还不知道什么叫输呢 淡淡一笑 一声长笑 不错 没想到你们三人进步如此之快 接我一招 玄女之剑 按尽三十二重 这玄女之剑一抖啊 这空中霹雳一声 出现了三十二刀剑影啊 这剑影瞬间重合 形成了一座高山 笔直的就像藏花连环丝和这同兴剑射来的剑盲攻击过去 一粒破万法 轰的一声 百花休 木青木霞呀 只觉得一股大力冲来 三个人同时倒飞了出去 扑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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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入大海 成了 落汤鸡 嗖嗖嗖 洁白的天空之中 这四道光芒 急速闪过 哎 真是个怪态 百花休等人呢 看着正前方急速飞行的这个少年 无奈的咬了咬牙 自己等人呢 以为修为 突飞猛进了 能让少年刮目相看 结果 三人联手 却连对方一周 那都没挡住 这差距之大呀 让他们呢 有些自卑了 哎呀 心想了 我们在别人眼里呀 一直都被称为天才呀 可是和他相比 嘿 连这蠢材都不是 算了 人比人气死人呢 纠结下去 只会觉得自己 什么都不是 你们 你们决定好了 跟我一起 回神丰城 就在百花休我 胡思乱想的时候 前方的少年 突然转过头来 看向 木青和木侠 我是 您的奴婢 主人去哪 我自然 去哪 木侠 淡淡的说 我和妹妹 行影不离 她去哪 我也去哪 木青 也说道 那我们就走吧 见两女啊 一直坚定 这聂云 也不再多说什么了 继续向天飞去 对自己来说 实力越强越好 他们三人服用了 这个九心妖果 各自领悟了自己的道 实力堪比天榜高手 势力也就更大 就在聂云等人快速 回神封城的时候 黄城 也迎来了建国以来 最大的危机 所有大臣 冯霄扬言等人 正在大殿议会 突然一声剧烈的爆炸 华丽的宫墙 宏伟的黄城 是哗啦 就倾倒了半边 几个人影闪电 一般射了过来 悬浮虚空 冷冷的看向大殿内的众人 神圣帝国 皇子执法队来人 特地来接受神封帝国 你们这些忤逆的乱臣贼子 还不赶快跪下 接受我们的检阅 一旦要是晚了 满门 超展 一个不留 充满高高 在上的味道 这声音 从其中一个人的 口中可就响起来 那是传遍了帝都 什么 神圣帝国 皇子执法队 哎呦 你听说了没有啊 据说呀 这个皇子执法队都是由神圣帝国皇子组成的 这每一个呀都拥有着神圣帝国至尊帝绑以上的实力呀 啊 全由皇子组成 神圣帝国 哪来这么多皇子啊 哎呦 这你就不懂了 这些皇子并不是真正皇帝的儿子 而是皇室家族之中各分之挑选出来的杰出人才 只要达到至尊地榜的级别 就有资格成为执法队的一员呢 他们是神圣帝国 除了皇帝以外地位最高的队伍 相当于太子党 以后的皇帝陛下也是从这里面选出来的 达到至尊地榜级别才有资格进入 哎呀 这也太可怕了吧 这一下可完了 看来神圣帝国知道 聂云大人抢夺了皇位 这一次是专门派皇族执法队前来分一杯羹的 分一杯羹 七大帝国各自为政 就算神圣帝国强大也没资格这样做吧 嘿呀 你懂什么 七大帝国各自为政不假呀 这个神圣帝国却是当之无愧的巨头啊 剩下六大帝国那都是唯命是从 相当于扶属国呀 现在扶属国出现变故了 冒出一个不声不响的人 记了位 他们自然要派人重新夺权了 不然怎么确立威严呢 哎呦 原本呢 我还以为聂云大人成为我们的皇帝陛下 这帝国呀 会越发的辉煌了 现在看来呀 这灾难就要来了呀 皇城内外 消息灵通的人呢 全都看着空中几个人影 吓得是面如土色 瑟瑟发抖 汽海大陆一共有七个帝国 很多游走商人对神圣帝国也了解了极多 就连帝国的许多大臣也知之甚强啊 只是聂云当了皇帝第二天 他就离开了许多事情没听过而已 怎么 没听到我的话吗 当先一个青年 冰冷的看向大殿内的风霄扬言 和一脸呢 惊恐的诸位大臣 双手背在身后 扶在空中 是神态 高傲 你们这些人 协助聂云叛乱 谋夺大位 已经犯了死罪 马上跪下 交出各自的财产 宣示彻底顺从 我们神圣帝国 我们可以网开一面 暂时不上 不然的话 血流成河 人人灵迟猝死 活 还是生 你们自己选择吧 这朗朗的声音呢 响彻底度 金石敲击一般 透露出沙发果决之意 啊 犯了死罪 神圣帝国 要插手了 哎呦 这下可完了 这神封帝国 只是靠近 无尽海洋的 边垂小锅 这神圣帝国 这种巨无霸 怎么会看得上啊 哎呦 可怎么办呢 所有的大臣呢 脸色同时变了 一个个吓得呀 这嘴唇都发紫了 脸色翻白 当初谋逆帝国 风势的时候 他们全都动了手 真要计算罪名 一个也跑不了啊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呀 真就是都害怕了 神封帝国 风势为朕不仁 已被聂云陛下取代 现在神封帝国 更是更名 聂氏帝国 规章严谨 法文公正 并非乱臣贼子 并非叛乱 各位执法者 莫要听信小人 胡言乱语 破坏了聂氏帝国 和贵国之间的和气 冯霄扬言 骆小锋 三人对望了一眼 心头也同时一紧 骆小锋 连忙向前走了一步 朗声说道 现在聂云不在呀 一切事情 都有他们三个人打点 这冯霄扬言 虽然年轻 骆小锋 可是一个老江湖了 尽管被关在 弥天中时间很久了 年纪在那摆着呢 并未慌乱 开口发生了 有理有据 把背不扛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刚和我们这样说话 一个小小的气宗 不知死活的东西 比我跪下 副手青年还没说话 人影之中 又出了一个青年 单凤眼 英修一般 看向 骆小锋 射出冰冷的光芒 手指一点 宛如瀑布一般 真气呀 立刻是从天而降 咔嚓 真气冲击之下呀 这骆小锋 连反抗 都没来得及 就膝盖一软 重重的跪在地上 这地面呢 被震的 裂出无数 气狠了 青年和骆小锋 相隔 足有四五百米呀 如此远的距离 一指下去 单凭真气 将一名气宗巅峰强者 就压得跪下来 实力之强 堪称可怕 骆小锋 看到骆小锋啊 被对方一指之下 跪倒在地 冯霄扬言 拳头可就捏紧了 额头青筋蹦出 怎么 你们两个也不服吗 我现在罚你们跪下 自己抽自己嘴巴 直到我满意 为止 动手吧 青年呢 随意一挥手 强大的真气 如同啊 有灵魂一般 扎眼功夫啊 就把这冯霄扬言二人给束缚住了 这巨大的压力呀 让他们的膝盖也是一般 扑通 跪倒在地 啪啪啪 这跪倒在地 还不说呀 这二人的双手啊 就像失去控制一般 不停的在脸颊上抽动着 这连续几下 就面容红肿 牙齿也掉了好几颗呀 可恶 身体啊 不受自己控制 这扬言觉得快要疯了 一声成吼 疯狂往子童黑眼给我上 三声吼叫之后啊 三头巨大了身影 可从皇宫深处窜了出来 提刷刷向青年冲了过来 聂云临走的时候啊 将三大妖宠留下来守护皇城 现在看呢 对方来者不善 不肯善罢甘休 扬言呢 便将他们喊了出来 哼 我当是什么底牌 原来是三头乳秀未干的畜生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现在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 同样是至尊巅峰 差距也是非常大的 看到三兽冲过来了 青年并未慌张 脸上反而露出了冷冷的笑意 大手一翻 呈现出了暗红的颜色 诡异的色彩啊 笼罩着整片空间 在阳光的照射之下是璀璨夺目 至尊地网巅峰 接近了天网的实力 比七皇子和七阳要高上一筹 黑眼铁甲 紫童之光 风阳之细碗 这三头妖宠啊 也知道对手枪劲 同时吼叫一声 身上是光芒闪烁 打出了各自最强的攻击 哼虫小技 不知死活的东西 我看你们 也便跟着那个废物捏云了 跟我好了 青年轻声一叫 这暗红色的手印是翻滚起来 瞬间整个皇城上空啊 像是热水煮沸了一般 震气泥散 气走灵蛇 这强达到 几点的力量 划破天空是轰然下落 砰砰砰砰 三声催响 风汪汪子彤 合着黑眼呢 还没反应过来呢 就被同时击中了 倒着坠落在地 砸出了三个巨大的山坑来 三大妖宠啊 被他一招就给打败了 这下完了 涅云地下三头妖宠 那可都是至尊巅峰强者 如此势力 居然被一招给击败了 皇子执法队实在是忒可怕了 咱们可怎么办 看到这一幕 所有的大臣都觉得快要疯了 按照他们的认知 知尊强者 位列实物链的顶端 平级的情况之下 最多战成平手 怎么可能三大妖宠的攻击 连对方的身 他都没靠近呢 就被打败了 这也败得推惨了 讲了 涅云地下的实力 也就比三大妖宠强那么一点 讲 这三大妖宠 连边都没沾上 就算是陛下 亲临 也肯定不是他的对手啊 这可怎么好啊 心中萌生出这个想法来 众大臣眼中 全都闪烁出退役来 那个叫涅云的叛徒在哪里 让他出来 跪在我们面前 并且乖乖讲 迷天宗的保护 皇室保护那个东西 交出来 我们可以网开一面 只废除他的气海 不然不但他要死 你们这些人 也要全部陪葬 一个不留 这一招打败了三大妖兽啊 这皇子执法对众人 创下了不朽的威严 背着手的这个青年 再次走上前来 冷哼一声 皇帝陛下正在闭关 一旦他要出关 你们敢伤害他的妖宠 必死无疑 杨岩呐挣扎着 好道 聂云离开皇城的消息啊 被冯霄等人封锁得非常严实 只是对外宣称闭关修炼 毕竟啊 政权刚刚夺取 并不稳固 一旦有人知道他离开帝都 肯定会趁机啊 发难他 哈哈哈哈 必关 背着手的这个青年冷声连连啊 看向杨岩眼中露出说不出的青年 说出他闭关的位置 我可以不杀你 不然我会让你常常世间脆脆舒服的折磨 让你生不如死 哈 让我出卖聂云陛下 你做梦吧 这扬眼一咬牙 脖子可就扬起来了 毫不在意对方的危险 好好好 你有种 我希望你啊 过一会儿还能说出这话来 这个青年呢 眼光森然说不出的阴森恐怖 手指向下一点 一道绿光 就射入了杨岩的体内 啊 光芒进入身体之后啊 杨岩立刻冷汗直流 全身不停的颤抖啊 整个人像是下了十八层地理一般 一阵红一阵白 你 你 你杀了我吧 杨岩呢 一声咆哮 杀你 我不会这么快杀你的 这个青年再次吻恨一声 不再理会痛苦的杨岩 低头看向大殿内站着的文武百官 一甩一袖 你们谁讲涅云闭关的位置说出来 我可以不杀 陛下他 中大臣全都哆嗦起来了 不知该怎么说呀 他们根本不知道涅云在哪 也不知道 怎么才能回答这个问话呀 我知道陛下在哪 咦 就在众人全部犹豫的时候啊 突然 人群之中 一个大臣 走了出来 如果呀 是封氏皇帝 陛下在这 肯定 他能认出来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当初第一个背叛他的大臣 第一个背叛了他 现在又第一个背叛了孽云 孟七末 你敢背叛陛下 冯露一声怒吼 背叛陛下 他能不能活过今天 还不好说呢 叫做孟七末的大臣脸色争吟 环顾一周 诸位 咱们以前是封氏陛下的下属 情是所逼 才投靠这个涅云 现在有神圣帝国诸位皇子 给咱们撑腰 也没有必要怕他 不错呀 这个涅云 不过是单个实力强而已 他再强难道 能强过神圣帝国吗 当初第二个背叛的大臣 也是一神长效 这个大臣呢 叫穆观之 和这孟七末 他们两个是一丘之和 背叛出了名的 好 实时务者为进阶 你们两个不错吗 等我们杀了涅云这个盼人 就封你们两个为左右丞相 这个青年呢 见大臣已然背叛 笑着点了点头 多谢大臣成全 这孟七末和这穆观之 同时跪倒在地 一脸兴奋 看到孟七末和穆观之刚刚背叛 地下 就被封为左右 二相了 剩下的大臣 开始移动起来 投降可以 你们要想想 陛下的手段 就在众人呢 蠢蠢欲动的时候 人群之中突然 想起一声冷哼 听到这话呀 原本打算投降的大臣 脸色同时 变得是苍白无比 站在原地 不敢动了 这个 叫做聂云的陛下 年纪虽然不大 动手 却极其狠啊 一旦出手是鸡犬不留 绝不会留下后患 今天背叛他 如果他被杀了 倒还好说 一旦这些皇子执法队 杀不死 自己就等着满门抄战 大人 聂云那个叛贼 具体在哪 我并不知道啊 不过据我猜测 应该不是闭关 而是离开神封城了 不去管剩下人的死活了 这孟七末是朗生说道 哦 离开神封城 这个青年 是眉头一皱 不错 到底去了哪里 逼问这个杨年和冯霄 就可以了 他们肯定知道 再不然 逼问他的妖宠 妖宠呢 能感应主人的位置 只要抓住妖宠 就绝对 能找到 聂云 孟七末嘴角扬起 脸色 争鸣 都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我看 这个视频 是不吝点赞 绝对 如果用这个视频 都可以了